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上涨178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早上一开盘的8点45分 来到21116 那么最高点呢 出现在今天上午的10点25分 来到21361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245点 现货的成交量进一步放大 来到了4892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结算效应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首先我们来看到 昨天联准会主席鲍尔的一些发言 激励了科技股走强 也带动美国股市再度创下了 近期的收盘新高 台子也就延续夜盘的走势 今天开盘就大涨了将近200点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可以记得昨天台子期是 占上了21000点的大关 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今天盘中 更是一度突破了21300点 那么在市场上老师听到 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说 这一波的行情会不会一路涨到520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这一次 5月跟6月台子的走势就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我们会发现到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行情不断的在上涨 可是5月台子跟6月台子却有明显的差别 6月台子的涨幅是大于5月台子 甚至在今天收盘 收盘价来看的话 6月台子足足比5月多涨了100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今天是到期日 这个期货的到期日 今天会有很多的部位 来进行一个转仓的动作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到 很多人在卖5月买6月 这叫做多单转仓 所以在多单转仓非常积极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整个形态 仍然维持着一个盘间走势 所以这波的行情 还是有机会持续的往上走 可是话虽然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 从4月19号到今天为止 从低点反弹 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已经超过了2000点 那么现在如果再用这种 无脑多的操作方式 并不是一个好方法 尤其像今天的行情 你可以看到 早上先是一波的嘎空 再来一波的沙多 如果是按照盘杆来操作的话 今天很多投资朋友 在开盘的当下 就是一路一路的往上来空 不断的在做摊平 等到行情大涨超过300点 最后受不了了 赶快把手上的空单把它停损掉 是不是今天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状况 结果没想到 接下来下半场又回到了原点 那么心里面都会觉得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懊恼 如果能够让时间重来的话 你绝对不会这样操作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你跟着我进场 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我说过老师所有的操作 绝对都是有所本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 到底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当冲的操作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要来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透过我们的看盘口诀 我们盘靠现货 公式看期货 我们可以看到 短短的十个字 只要你熟练的运用它 就能够快速掌握今天的行情 我们看到在今天早上 9点04分的时候 老师透过台子前五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第一分钟的成交量 期货跟现货之间价差的变化 加上老师操作的经验 给混朋友第一手的分析 今天台子前五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 是成交了5600多口 是远高于过去的五日均量 2951口 那么现货的部分 开盘第一分钟就成交了247亿 也是远远高于过去的五日均量 160亿 在其现货成交量放大的情况之下 波动率上升 早盘期货跟现货的涨幅相近 但是电子期的涨幅在早上 是领先台子跟金融 显示呢 今天是多方控盘 但是攻击力有限 尤其是昨天老师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提到的 现在做买权流仓的部位 远远高过于卖权 如果主力今天庄家要获利最大化 他势必要在最后的时候 来进行一个压低的操作 所以买权未平量大的情况之下 要特别留意行情压回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一开盘 你就能够精准的判断今天的盘式结构 当行情来的时候 自然你就会选择一个正确的应对方式 那么像今天的行情 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在一开盘的时候 积极的进场来做多 那么怎么样能够在开盘的当下 快速判断整个行情的方向 很简单 有个最好用的方法 就是你能够知道 主力开盘的时候 做多还是放空 这时候你跟着进场 你的胜算 自然就会比别人来得更高 那么怎么样来掌握 主力开盘的多空动向呢 可以透过老师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的预估开盘价 而今年的预估开盘价是 21178 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在每天早上 台子期开盘之前 系统所计算出来的预估价 等到8点45分实际开盘之后呢 把实际开盘价 跟预估价来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够知道 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们看一下早上的截图 今天是5月15号 光速指标预估开盘价 21178 实际的开盘价是 21184 当实际的开盘价高于我们的预估价 就代表在开盘的当下 主力是偏多操作 因为呢 在一开盘啊 大家不会立刻来进行一个操作 大家都是要等到 所谓的技术指标出来 价量出来之后 来分析完才来决定自己的多空方向 只有主力 大户跟法人 会在开盘的时候 积极的进场建立部位 也就是在开盘的当下 多单大于空单 就会把整个开盘价往上给提升 所以透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啊 一秒钟就能够判断主力 在开盘的时候 究竟是偏多还是偏空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布的一个时间 在今天早上的8点39分 所以各位 如果你能够在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先了解到今天的预估价 一开盘是不是就能够掌握主力是偏多操作 所以我们第一笔单就是跟着主力来进场 我们今天呢 在8点45分一开盘 21164的地方进场做多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能够在开盘的当下 能够快速的分析 快速的判断 今天盘式行进的一个走势 这时候你就能够积极的进场来建立部位 那么呢 当行情啊 开始震荡向上的过程里面 我们特别讲到 尤其是啊 今天啊 整个电子期并不是在盘中 保持一个领先的态势 所以呢 要特别小心行情要拉回 尤其啊 今天在结算的过程里面 当正价差过大的情况之下 它一定要进行一个收敛的动作 如果今天不是结算 正价差可以保持着一个很大的差距 反正明天后天都还有机会 可是呢 由于今天要结算 大盘跟台子 它的价格到最后会完全一样 所以呢 当正价差过大的代表台子 有非常明显超涨的现象 所以呢 今天多单最好平常的点位 就是在这个地方 而这个位置 刚好也是今天正价差最大 来到61.72 如果你不相信老师讲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的历史的走势 这个点位就是今天啊 从头到尾 正价差最大的位置 我们说过 如果行情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台子 大盘比较低 台子比较高 可是两个一起往上涨 大盘涨不动 台子还在往上喷 就是代表台子 有一个超涨的现象 尤其再加上今天要结算 势必一定要进行一个压回的动作 也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掌握到 今天正价差最大的点位 就有机会空在最高点 所以呢 当老师发现到 正价差最大出现 马上二话不说 各位 在10点27分 21340的地方 反手做空 如果从开盘8点45分 21164 做多到我们正价差最大的点位 反手放空下来 这边一口单 就有176点的价差 各位 是一口单 那么反手空下来 到最低点一口单 甚至有超过200点获利的机会 所以各位 今天你只要跟着我操作 就是不是 就能够买在今天的起涨点 空在今天的最高点 所以我常跟大家讲 行情是涨是跌 是多是空 根本对我们来讲不重要 你只要能够知道 当天的盘式结构 搭配我们的指标 还有操作的技巧 每一天都能够把行情变钞票 有图有真相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会员收到的简讯 首先呢 8点45分 5月起止 21164附近 收讯后 试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多通光速指标 大数据运算 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在起跑点 早上5点 台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每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 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 韩股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稻穷 小S&P500 小纳斯大克 日经 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涨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联动性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8点45的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多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市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市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市强弱 我们的光速指标是市场上 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做股票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大户法人是怎么操作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你在做当冲 你能够知道开盘的当下 主力是做多还是放空 对我们的操作当然有相当大的帮助 而且常常都能够让你赢在起跑点 我们再来看到 早上10点27分 5月起止21340附近 收讯后市价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当冲智能指标 多空智能指标 投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盘中下跌的时候 进场放空 结果行情马上反弹 当行情在盘中急涨的时候 进场做多 结果行情又出现反转 行情震荡明明不大 却被扒过来扒过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标 就能解决你的困扰 每天开盘前透过系统运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区 与盘中转折点 透过程式计算出 近日盘中多空关键价位 当行情突破多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上涨 跌过空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点 就不会在盘中浪费子弹 让你操作更简单 获利更轻松 不管是光速指标还是智能指标 虽然计算的方法跟逻辑不一样 但是都是能够帮投资人 找到漂亮的切入点位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智能指标 老师每天都按照行情 来调整参数 还有出手的策略 一般来讲 我们这是属于突破策略 就是行情往上突破 我们跟着进场来做多 但是因为今天老师判断盘式结构 随时都有反转的风险 所以我们舍弃掉追高的这种情况 反过来在高点寻找做空的机会 我也有这样贴着盘面 来做一个调整跟操作 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的操作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绩效出现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 每天的旁情变化 因为老师都会来帮大家 做及时的分析 还有及时的判断 永城国际头部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城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恢复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永城国际头部 永城性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城国际头部 入会专线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那么除了早上我们在9点04分给的第一首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左右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看盘 看盘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首先第一个 鲍尔说通膨压力未除 没有神奇空间 激励美股再创近期新高 那么第二个 外资连续三天买超现货 台子的进空单水位 创下一个月来的新低 那么第三个 买权未平常量远高于卖权 留意主力坐驾 结算尾盘会拉回 那么第四个 买那个大盘预估量 创近两个月来的最大 多空交锋 留意盘中震荡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呢 庄家如果要获利最大化 尾盘势必要坐驾 追高风险大 特别要留意价差级量能变化 或有拉回的一个机会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这些资料 我相信你就能够比隔壁老王 更快掌握今天盘面上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多头老师的节目 每天都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涨点 也不要因为你手上有空单 就不断地去放大一些利空的消息 如果你想要当市场上的赢家 我建议你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辛辛苦苦地找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竟然不管你是想做多还是想放空 只要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 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后 直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这张类股分石手势图 老子今天再度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看到在开盘的当下 白色的这条线代表是电子期 中间是台子 下面是金融期 那么今天的关键点在哪里 就是在9点半的时候 当行情往上急拉 你会发现拉的是什么 拉的是金融股 反而电子涨幅 反而出现落后的情况 这就代表说 今天特别是为了在 嘎空单 所以行情在一定的高点 这边是价差最大 开始出现拉回 所以只要是电子 它没有保持着一个 领先老大的态势 其实盘式的强度 都是有待考验 所以内股分石手势图 对判断盘中强弱的变化 有非常好用的地方 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我们再来看到 买错股票等于错过行情 操作指数才能够万无一失 各位 刚刚我们特别讲到 从低点上来 已经涨了将近2000点 而在这段时间里面 很多人手上的股票 不仅仅没有往上跟着走 反而出现得推路的情况 尤其这段时间 内股轮动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的快 像今天拉的是金融股 其实很多人手上的股票 反而还是出现下跌的状况 即使大盘创新高 但是做股票 很多人说难度真的是越来越大 所以大家不断地在叹气 不断地在抱怨 我认为与其去抱怨 倒不如换个方法 跟着老师来做指数 你可以看到 今天行情波动这么大 是要你掌握到一些 关键的操作技巧 还有一些技术指标 你就有机会买在最低 空在最高 比你死报的股票 更能够享受到 行情震荡的一个价差 尤其现在 是过去这两年来 最适合操作指数的时机 因为波动越大 就代表指数操作的空间 也就跟着越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道琼指数 从上次打出了W底之后 连续8天收红 虽然在前天 出现一个小幅度的拉回 但是整个月线 开始转折向上 多头形态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盘间格局 那么NASA也是延续原本的N字形上工 S&P500也是同样的状况 所以美国股市目前看起来 还是有持续往上走的空间 还记不记得在今年过年的特别节目里面 老师有特别跟大家分析 我说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每一次联准会在升息结束之后 到下一次降息之前 都很有机会创下历史新高 而这一次联准会 还没有确定什么时候开始降息 也就是这段的空窗期 还是非常有利于指数持续的往上走 虽然前面出现比较大的拉回 但是整个形态上来讲 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多头走势 不过现在我们比较需要担心的是大陆股市 那么大陆股市这几天的盘跌 跌破了前面的支撑点 现在开始要来回测月线 所以它的走势相对是比较疲软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在月线附近 来回做一个震荡 一定要记得 美国股市的强弱会影响到 今天早上我们的开盘 但是在盘中我们的走势 其实跟大陆股市的联动性 也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想要做得好 一定要同时看美股 也要同时关心入股的一个表现 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30分K很清楚的 上次上礼拜我老师跟大家讲 在复习下 我说这里出现一个跳板形态 这时候空方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因为距离前波的高点 只剩下小小的一步 随时都有机会往上创新高 果然接下来两天 东东现在最高来到了多少 21,300点 而且整个格局也是按照原本 我们所画的这个上升轨道 持续的在往上走 所以整个技术形态 目前仍然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价量的部分 也是表现的相当的中规中矩 今天虽然开盘爆大量 但最后量能还是 能够控制在一个好的水位 保持着一个什么 价涨量增的形态 所以整个格局上来讲 盘间走势 技术面不变 量能维持价涨量增 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要特别来注意到 现在月线来到20378 可是未平仓量最近从35977 来到50624 那么今天结算之后 6月的未平仓量 也是进一步增加到63523 但是跟今天5月结束 结算大概有29000多口 那么今天只增加了1万多口 在6月份 表示还是筹码动能 维持着一个相对低的水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要强力嘎空 出现一个嘎空走势 机会并不大 但是整个多头格局 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还是有机会用震荡向上的态势 往上来做挺进 所以方向没有改变 只是走法可能会充满了震荡 充满了洗盘的动作 而在这个时候 我说过 行情越大 你靠直觉来操作很危险 因为一旦看错方向 你可能会遭受到非常大的损失 可是如果你掌握到好的技巧 每一天不管行情涨跌 你都有机会享受到 当天获利的一个机会 我们如果让时间 回到早上的8点45分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早上一开盘 跳空大涨了将近来200点 可是如果你能够知道 一开盘 主力是偏多操作 就算开盘跳空大涨200点 你也不用怕 你就跟着主力来进场 在8点45分 21164的地方进场做多 当行情开始往上急拉 在嘎空的时候 这时候大家是空单 是急急忙忙的在做停损 但是老师却告诉大家 告诉我们的会员 在这个地方 正价差瞬间扩大 我们在这里反手放空 顺利空在今天的最高点 在开盘买在起涨点 这拨下来 一口单有176点的价差 反手放空下来 到今天守住停损40点 摆到今天收盘的时候 一口单也有197点的空间 今天不要多 每一次进场 就是一次做多 一次放空 用两口台纸跟着我来做交易 你今天不仅仅好法无伤 还有机会能够赚到746点的价差 将近新台币15万 所以做指数 现在真的比过去好做非常的多 但是重点是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用的方法 千万不要靠自己的直觉来进场 非常的危险 想要当赢家就要找专家 行情变万千 决胜就在弹子之间 让我用最专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对交易的热情 找对老师 用对方法 你就能够东山再起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优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